艾荷華州州立醫院 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從動物園抓了幾隻小猴子 然後再看電漿電視 電漿電視播了一個錄影帶 這個錄影帶是播了幾條眼鏡蛇 在吐信的動作 那些猴子啊 一隻一隻的看到蛇在電視裡面吐信 一隻一隻都混濁去 這個實驗室非常有意思 那爪啊 不夠夠也不夠爪 而且在不同的時空 為什麼猴子看到蛇會害怕 我告訴主委 當你的第八意識第七意識 屢視轉進的時候 有人曾經被蛇咬死過 他把那個被咬死的殘存的記憶 以類似沒有喝孟婆湯的方式 轉進到這個世代來 很多人說做夢 常常忘記 沒有錯 其實不需要喝孟婆湯 你昨晚做的夢 你早上可能就完全忘掉了 那做夢既然會忘掉 那有什麼意義呢 我告訴主委意義很大 如果小孩子做夢夢到明天 他會被狗咬死 這個小孩子明天還敢出去嗎 如果一隻兔子夢到他被狗咬死 這隻兔子明天還敢出洞口嗎 其實做夢會忘記 也是神的奇妙的機制 祂讓你可以忘也可以不忘 祂最起碼的用意是在保護 弱小的小孩或者一些弱小的動物 否則哺乳類的動物都會夢到自己慘遭不幸 那明天大家都QK好了 所以生命有它積極的意義 即便你是碰到很多困難 上帝幫你關掉這一扇窗 會為你開一扇門 就算有危險 危險也是檢驗你能力的時候 其實人生命最可貴是在這個地方 容格醫生的好朋友賈妮說 每個片段人格有其特質 有個性的也有各自的記憶 這些片段個性其實具有相當的自主性 也就是你的片段在你的記憶流裡邊 它隨時會像鬼魅一樣的出來干擾你的生活 提供你適當的補強的 不管是害怕或者是戰鬥力的記憶 所以這些夢在潛意識交叉的接口裡邊 它會有個人生命裡邊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人不是預言的個體 而是一堆群眾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本我治我故我超我 有三魂氣魄 我們甚至相信人在走印的時候 不只三條魂 可能十幾條魂 而當你積德不修的時候 那幾條魂還會跑掉 邪靈入侵也好 或者是講迷信也好 在心理學的演化過程裡邊 就是夢的心理裡邊特別強調 某些東西是神秘的參與 我們既不鼓吹迷信 只是多少提供一些可行的線索 讓大家了解 潛意識的存在對你來講 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 一群根本不同人格的過程 以及以前的你跟現在的你 同時存在在一個心理的 生理的容器裡邊 個體之內 大家各說各的話 你有沒有看過美國那個搞笑大師 他自己跟自己對話的那個電影 對不對 而且在當街他還敢大便的 自己幹交通警察有沒有 這電影的名稱我忘了 其實他講的例子就屬於這個例子 知道嗎 各有自己的要求 願望意圖 和各有不同的過往歷史 人格激化成彼此相對的什麼 相對的陣營 好的 壞的 男的 女的 熟的 陌生的 彼此對抗 又互相監督 有的得到支持而發展 有的得到排斥而壓抑 能發展的 構成了 人格面具 這一張是給外面人的看的 不能發展的 形成的陰影 自己的情節 這不能給別人看的 其實我們不只戴了十幾張面具 我們也有不同的人格 在不同的人格裡邊 我們談到情緒的互動 或者情緒的遷移 或者情緒的對抗 講的就這一段 有個笑話講 說有個將軍 退休了之後 老不能忘記 他中將階 在部隊裡邊的那種待遇 退休是很殺皮系 雖然大家現在講說第二村第二村 那三十幾年前 也沒第二村這個字眼 他每天 沒有辦法 日積的夜裡 就成為一種情節 一種疾病 把他的太太動作孫子 把他的兒子動作傳練兵 這太太跟兒子受不了 很嚴重 但是想說自己的爸爸剛退休 可能再過一陣子就好了 可是不行 更加嚴重 有一天竟然還呼口號 自己認為自己是蔣總統 那兒子跟這個媽媽就商量說 要把他送到松山療養院 這不去不行 不去喔 爸爸不先笑 他們兩個也去笑 大衣不去啦 透過退休會 就聯絡松山療養院 院長跟主治大夫知道夫人跟公子要來 那就在門口等 殷勤接待 行問原委之後 院長命有難色 主治大夫是未知可否 院長說夫人抱歉 我們不能接待啊 那為什麼 他說兩個理由 那第一個 我們沒有病床 客滿 松山療養院很小 K1 那第二個理由呢 主治大夫咳了一聲 不好意思啦 實在不好講也要講 我們裡面已經關了一個六年的蔣總統了 都沒有弄好啊 這個將軍來我們大概也弄不好 這個公子呢他笑臉 他就提出一個折衷的意見 他說你們那個病床太大 倍高頻 我爸爸只要三瓶半就可以 說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有個建議 讓他們兩個蔣總統住在一塊 搞不好有一個怎麼樣 會夫婦得政 那既然公子跟夫人都提意見啊 那折衷折衷嘛 就把病床一格為二 兩個蔣總統就住在一塊了 我告訴主委 那真是天津地洞啊 那一個晚上打仗啊 比徐州會戰還要激烈啊 兩個蔣總統就打起來 第二天主治大夫 李大夫去採訪的時候 那個比較久的那個蔣介石姓張 就坐在窗外看著藍天白雲若有所思 李大夫給他拍拍肩膀說老張老張 What do you think 你如果不睡 你在想什麼 他一回頭看到是李大夫 他就有一點慚愧 不好意思 兩顆眼睛跟熊貓一樣 顯然是受傷了 他說李大夫啊 真對不起 他說什麼事情 你要跟我道歉 跟你煩人 跟你煩了六年 跟你煩了六年 我知道我錯了 蛤 你知道你錯了 你知道你錯在哪裡 他知道了 經過昨天這個晚上 我徹底知道 我不是蔣總統 你看 不要而喻 減眉就好啊 李大夫就非常的開心說 那你知道你真實的身份嗎 他說知道 我是蔣夫人 不好耶 還比較嚴重耶 在心理學裡面 這個叫做心理倒錯 經過昨天的一個晚上 從心理倒錯 轉換到性別倒錯 我告訴你 我們的很多片段 都是這樣累積成的 有一部分被壓抑了 進入你的潛意識 知道嗎 有一部分的 可以展現出來給別人看 其實我們人 原本就沒有這麼簡單 對於處理我們自己 在夢裡面的一些道理裡面 我們當然自己沒有工具 沒有專門的學問 有它的困難 即便是我 我也只是入門 才歸唐澳 要登堂入室 老師都還不夠格 蘭克在1884年1939年說 神話是人類集體做的夢 坎博說 神話是公眾的夢 夢是私有的神話 透過你自己的夢 你可以滿足你自己很多匱乏的地方 我們在關廟也對夫妻 朋友打電話來 她太太說 有一天她夢到 她開辮子的過山頭 然後她又坐在家裡了 她希望我幫她解答一下 我說不用解答 這個夢太小奧科了 你們在關廟賣鳳梨 常常看到開辮子的 開Lancers的 來問一斤多少錢 結果有差價人家就不買了 你們夫妻常常在後面 跟媽媽要打塞臉 繳了之後 自己也想開辮子的過山頭 汽車怎麼可能過山頭 那就是告訴你 不可能 她在家裡的婆媳 走禮之間 是最不被疼喜的 所以夢到自己怎麼樣 坐在泰式儀 威風八面 這個都是補償夢的典型 了解嗎 所以有些很自卑的人 常常會夢到自己跟王金平 一起喝85度C的咖啡 我告訴主委 那就表示他在社群裡面 沒有人理他 你想嘛 王金平怎麼會去喝85度C的咖啡 也就是說 個人依據自己主觀的意願 設計自己可以去的場所 再把王金平給搞進來 知道嗎 你的屬林的部分 會化為多彩多姿 你想要的那個圖形 有一個朋友